不知道很简单 其实现在Google都很方便 Google里面的话 维基百科 你Google阶层这两个字 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 一个术语 那这个阶层 当然你也不用把它看得很复杂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说 它要的所谓的阶层 就是类似这样 比如五的阶层 意思就是把五 乘上四 乘上三 一直乘成乘到一 的一个乘七 乘完之后的结果 帮我输出就可以 所以以这一题 所以这别说 如果我们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输入什么 输入十五 那意思就是什么 把十五乘上十四 乘上到一 不过其实乘一好像是空的 因为乘一还是最后结果 所以其实乘到二就可以了 但是程式它要求的乘一 我们就乘一了 那所以要怎么写 其实道理很简单 第一个你要一个Rain 一个什么的 一个假设Input 所以Input一样 A 所以A Input进来 然后的话 我接下来用乘的 所以你NS你不能从零开始 因为你零乘其他数字就变零了 那要一开始 所以特别之后 NS我们就预设值就给它一 这可能要处理一下 如果是乘的话 你初始值就不能像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让它越来越小 那几个方法 你可以越来越小 你也可以从一开始 到哪一个呢 到A怎么样 加一嘛 OK 然后就是把它怎么样 放到这个里面 乘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今天是1的话 那它1乘1 存起来还是1嘛 到2的话 2乘1 等于2就把它再把它放到前面 然后再2乘3 放到前面 最后的结果就输出了 OK 所以我们把它Rain一下 应该这个结果OK 然后15 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的写法是 1乘2乘 一直乘 乘到15 但是那个 什么呢 这个网络上那个阶层是 15乘14 有没有 一直乘到1为止 越来越小 所以如果要写上面 不过其实结果一样 只是一个越来越大 如果越来越大 越来越小 其实你就是什么 在这边改一下 我从15开始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从A开始 逗点 到哪里呢 到1 所以你就是1的下一个 0 另外还有一点 关键的地方 逗点 因为如果越来越多 你不用写 因为它预设就1 如果越来越少 一定要加这个 负1 如果你没有加个负1 它就不知道你是要越来越少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差别在这里 当然写起来 我觉得这个写好像没有刚刚那个简单 所以如果你考试的话 你行李就写刚刚那个方法就好了 没事的话不要自己找麻烦 OK 当然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下 不然的话很多如果只能够倒过来的这种逻辑 如果你不会写那当然就有问题了 OK 所以这边说关键的地方 这个step一定要负越来越少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没这个概念 就不知道回圈原来是可以越来越少倒过来的 像那个什么 VPA里面也有越来越少 step 也是减1 也是可以越来越少 很多地方也是需要倒过来的 如果你没有倒过来的话 会发生 像我们删除列 你先有里面删除列 你不能从上面一直往下 因为上面删下面会地补上去 那你的顺序会乱掉 所以像我的习惯就是 如果删除列的话 我一定是从最下面往上删 或者你删在下面 它跑不会影响 因为你一直往上跑 OK 就像工作列的删 那个工作表删除 也是这样 我也是倒过来删 为什么 因为它顺序就不会被影响到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还蛮多地方可以这样用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306 那早上的话 主要我们就是针对复回圈开个头 OK 那我们也讲了那个 除了加总的1加到99之外 还有偶数 激数的加总 那并且讲了正照考试题的302到306 那下午的话我们就是再来看那个308 310 难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不过也不是很难的题目 大概逻辑都差不多 基本上我们回圈 第三类就很快就讲了 今天 是希望今天至少可以讲第三第四类吧 然后 如果进度 假设有同学觉得太快太慢了 也可以再反映一下吧 再来就是我有把影片录下了 所以 回去如果你觉得还有一些盲点 你可能没办法突破的话 回去自己再稍微听一下 好